我看這題目 測AB兩箱中 A箱內有兩球一黑一白 B箱內有100球 加一兩人輪流取球 每次先由甲至A箱內認取一球 放入B箱內 再由乙至B箱內 認取一球 放入A箱內 這樣稱為一局 那麼當第一局結束時 A箱內兩球為一黑一白的機率為何 當第三局結束時 A箱內兩球為一黑一白的機率為何 首先我們依提議可得A箱內 在取球前後 其球數轉變的機率如下 我們做成這個表 那麼 我們由上表得知 加一兩人取球試驗的轉移矩陣 我們可以寫下 A 這矩陣 那麼這是 四分三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因為我們在這裡 按照順序寫出來 用原始狀態為 A箱內有一黑球 一白球 因此呢 我們以 P0 這等於E0 來表 原始狀態的 機率矩陣 以及 A箱內 一黑球 一白球 的機率為1 200球的機率 為0 那麼現在我們來算 第一局結束的時候 那這P1呢 是用A去乘以P0 那麼我們經過矩陣的乘法 我們算出 這個結果 那麼 這裡呢 這是 A箱內 經過第一局 結束後 它是一黑一白的機率 這四分之三 那200機率呢 是四分之一 所以呢 我們題目問 第一局結束時 A箱內兩球 為一黑一白的機率為何 那回答 這答案是 四分之三 這個答案 那接著 第二局 我們做這樣的操作 也就是P2呢 是A乘以P1 那經過矩陣的乘法 我們得到 這個結果 那麼我們用這個結果 來算 第三局 P3 是等於A乘以P2 那麼一樣經過矩陣乘法 我們算出 這個答案 因此呢 題目問 當第三局結束時 A箱內兩球 為一黑一白的機率為何 我們要回答 這是 64 分之43 這個答案 因此呢 我們這裡答案回答 第一局 答案是 4分之3 第三局 答案是 64分之43 這個答案